泰国政府就决定将赌场合法化 既能够振兴经济增加国家收入 又能够打击非法赌博业一石二鸟 有外国媒体甚至有报道推测 色塔这一步也是泰国政府为了争取民意的计划 那么除了要推动赌场合法化之外 色塔也在这一场电视演讲当中宣布 他们将会探讨新建核电厂来开发核电能 反显在泰国当地电货手掌的问题 为什么泰国很想和他们突然想要建核电厂呢 因为中国的电货主要是对待天然气 而泰国的电货手掌的重要感应是二鸟 可是泰国的渠道具复得更加少 而且核能发挥的时间都不少低 对泰国政府的电货手掌的问题 要发生小型火热 而泰国政府的老师 他们希望借入这项宣布 来会给人民鼓务的时间 来了解什么是核电 毕竟大部分的人都不希望 决定下来的机器和自己拿机器 而目前整个都没有了 而另一个国家认为核打一杯 但除了泰国 其实越南和菲律宾 老师对发展核能走继续了 越南的风貌部长 曾经在2022年以来就表示说 发展核能 已经是全球不可避免的机器 而几乎 认识着越南政府曾经重启 一年前一个日本主导核灾 发生之后 很平地核电厂的计划 而菲律宾从小马上远之后呢 也曾经表明将重新探讨 重启核电厂的可能性 好 主持下 再给大家了解是 中国有好几家人 最近都招致收账员 简单来说就是呢 有银行客户在贷款之后 却没有还钱 那么这些收账员呢 就要负责去远远 而且欠钱付还的客人 还那些钱 全部的对付 那么银行户主的收账员 大家每次看到那种 用拖银行用韩打砍价的收账员 我现在有高决定 最好还要具备金融和法律支持 回头再给大家聊聊这则新闻